大家好我是皮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人皮特一起赚 我今天跟大家讲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讲一个walking desk 那后面这个团队非常非常棒 那他们很多很多做这个comic book出身的 那第二个就是讲 Azuki这件事情 Azuki被美国证监会做调查 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警察来到我的twitter 大家我的twitter这边有一些新的新闻 不错 比如说我们这个hands off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video 那另外这边有新的项目可以大家来关注 那特别是我们这Gangster Gangster这边有一些新的 有些新的这些影片出 新的v的这个信息出来大家来关注 那另外我觉得我们的youtube都更有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顾问 大家最好是研究好不好 这都是重要的 那我们首先这一个带大家来看到这个walking desk 那walking desk walking desk这边其实你看walking desk 在这边是一个很不错很有趣的一个项目 你看他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3月3号已经发了 其实昨天发了 但昨天第一时间发出来之后 好像市场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 结果如果你看他的opensea 直接往上拉 他一个3D的一个walking 你看他这个3D模组 你看看出来这个是做游戏跟做 这个漫画出身的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他有分几个呢 第一个3Dwalking 你看就是有3D pass可以在那边走 然后第1个他们会有所谓的VIP 然后VIP的部分 那再有一个摆名单的部分 那他会给1 1比1的这个设计的摆名单 在实际的real world 那为什么walking desk merchant 真实世界中如果你有这个pass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个walking desk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拥有他这个衣服 或者各方面东西 那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活动 private discord channel 那如果大家来到他opensea 你来看到opensea 他现在其实已经发出来是0.388了 那这边其实我不建议大家买 如果大家第一时间昨天 不管是不管是在 3月3号 如果第一时间 不管是mine的 或是在所有手市场上买 我觉得都还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已经涨到了 昨天第一次涨上0.149 1.15吧 他现在已经涨了超过一倍了 所以这边我不建议大家下去追 现在虽然是5000个piece 然后2600个owner 但现在整个看起来 他整个交易量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 他这边1700个亿 那其实还可以 我们再往到网站这边可以看到 他这家公司 齐了除了刚才我们说walking desk 之外他还有什么 他walking desk nft collection amc 他有什么 他这本身后面是most successful economy emotional engagement television series 他这边后面是电视影集 yeah 你看 born out of the great design 他们后面的团队是非常非常厉害 还有这个checkerverse 等一下他们这个叫做orange orange comic 是橘子漫画 他们是橘子动画 橘子漫画 world class nft 世界顶级 nft 那他本身有区块链的背景 那我觉得他们这能做什么 他们能做vision and execution 他可以帮你把这个视讯想要做东西执行 第二 motion design 3d animation 如果你要做3d动画跟你的动作跟动画 动作执行跟动画设计什么 这他们有办法做 the live auction production 还有就是你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要有现实生活中拍卖干嘛 那他们可以帮你做到 那他们的mission 他们这边是蛮不错 很多有趣的 你看art science 然后这边space exploration sports entertainment artists film tv fire art 那你看看团队全部都是docs 所以他们的CEO Dave Bromney Curt Warner co-founder 然后Gorilla Estem 这应该这都是歌手啊 这都是明星跟歌手啊 Emiloy Estem 这些通通都是 就是美国 这是娱乐界里面出来的 这都是美国娱乐界出来 是做人 那还有一些娱乐界有名的人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他这个desk party 刚才第一个walking desk之外 我们看到他这边如果去点 他可以看到这个chendersverse 那就是他们后面 应该做另外chameter 最早是stanley Lee Stanley Lee 他是我们老爷子老爷子这边 他就跟做这个marvel啊 那这本身后面也有很多这个marvel的游戏 相关的幻化相关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啊 所以你看他这个项目 后面不是说我只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3D 一个 僵尸而已 他本身后面团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个legend race 你看他这边有另外一个不同的 项目 他们可以做这些start the journey 那另外还有 就他们first ever New York Island NFT 你看他们发一些新的NFT啊 这是干嘛 这应该是冰球耶 纽约冰球的NFT耶 那他这个当然是以纽约冰球 这个当成是一个 一个故事 然后去发一些新的NFT出来啊 Our house 你看我们冰上巡困球在美国 跟在加拿大是非常受欢迎 另外他这个walking dead collection about the drop 这项目非常非常的棒啊 我之前听朋友讲 第一次也没关注到 现在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项目真的很棒 那你看他这是做游戏 跟做漫画出身的 所以他里面非常非常精致 很多detail 你看这个皮肤 detail的程度 这非常非常棒啊 大家可以来关注 第二个要跟大家讲 市场现在 大家比较关注一件事情 是美国证监会 对NFT创作者展开调查 碎片化这件事情啊 那我们知道美国证监会 基本上 如果你发NFT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NFT来碎片化 甚至在发币 那是等于就是 接触到他们底线嘛 那就把它证据化了就不行啊 那你看这边就有专业 针对这个NFT监管 如果你触及 相当理议某程度上 就是到他们管辖范围 投资者一定相当担心的地方 那所以他们 如果你把你的加密货币 或NFT当成正确的话 那他们就是会管啊 你看 这边另外一个新闻 Invest.com 就是SEC调查 调查这边有些违规创作 也是讲这件事情啊 Fractionary NFT 有几个 Azuki40号 还有Bob 有一些不同的 拿来变成NFT 他把它碎片化 你NFT本身是没问题的 你碎片化就有问题啊 那另外这边也是好几个新闻 好几个网站都讲 哎碎片化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思想 思考 那那我们刚才 我们早上拍的视频的时候 早拍的视频有朋友 留言讲说 Azuki马上就被OBENC下架了 因为 他是碎片化被美国政权会调查 但我觉得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有可能是 个人的行为 你说Azuki40号 这个是Azuki团队本身军动的 或是个人 收藏者军动的 那这个如果收藏者军动 那这个Azuki本身没关系 那我们看Azuki的价格 刚才看了一下Azuki价格 基本上又回档了 我们早上看才8个亿 现在已经9.9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 我觉得应该就是 可以得到一个水落石出 让大家可以知道 本身的个人的行为 跟项目方本身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我是你们 带给你这样子 请关注Twitter 加入Discord 好不好 还有我们YouTube 请把赞点亮点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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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关注我好不好 这个重要的 Follow啊 再加上打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不容易 谢谢你们 Cheers 拜拜